盘点太极张三丰中的搞笑穿包画面 电影一开始 张三丰带着徒弟们打太极拳 可是有几个徒弟 好像没能跟上师父的节奏 师父往东他们却偏偏往西 天宝和军宝在达摩院扫地 话说这达摩院的灯罩可真是够先进的 竟然是用玻璃做成的 少林武僧倒立炼铁投工 这一段可是真功夫 拍摄的武僧们都没有掉威亚 可是有个和尚却偷懒作弊 居然用两只手做支撑 功夫还是没练到家好 老和尚练波弱掌 一掌下去 石柱子被瞬间打断 但整体却是完整的 可是镜头一转 上半截柱子却不翼而飞了 秋雪和太监刘锦的妹妹打架 小时候看 以为是秋雪用脚拱住了桌子脚 现在才发现 原来是用布条绑在了腿上面 天宝和军宝在酒馆里打地破 本来俩人是隔着一段距离的 没想到天一亮 他们却睡在了一起 难道他们俩是 可恶的官兵把馒头踩扁了 逼着军宝吃 此时看 这馒头已经快被踩碎了 但镜头一转 又变成完整的了 当官兵把馒头塞到军宝嘴里时 就算馒头再坚强 也应该碎了 可是镜头一转 军宝又叼了一个完整的馒头出现了 天宝和军宝用到互喊 这刀上的缺口很是诡异 此时看 二人的刀都是完好无损的 突然 天宝的刀上出现了很多的缺口 镜头一转又没了 注意看 此时二人进行了一番激烈的打斗 天宝一个飞身下劈 军宝格挡不住 跪在了地上 此时 诡异的缺口又出现了 可是画面一转 又没了 而且天宝用刀砍旗杆 旗杆竟然是从反方向断裂的 这倒也太快了吧 剧中有大量的打斗镜头 演员们在天上飞来飞去的 都需要调威亚 可是有些威亚线实在是太明显了 尽管太极张三峰有许多的穿帮镜头 但它依然是一部 非常精彩的香港武侠电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